欢迎来到成功法则听书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的动力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帮忙分享出去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 30岁收获你的第一个100万 第一章建立正确的理财观 理财观念 理财是慢慢变富 我以前同寝室的闺蜜小满很喜欢记账 读大学的时候 他连一脚的支出都会记录下来 我们都戏称他为省钱女王 毕业后他去了一家公司收入很不错 但他没有大手大脚的花钱 而是把钱存起来 于是他在工作不久后就攒够首付 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房贷几乎占了他收入的一半以上 随着小满的收入不断提高 还房贷对他来说变得逐渐轻松 他手头的钱也宽裕了 但小满一度挺纠结的 他说自住的房子虽然升值不少 但因为不会卖掉 所以谈不上是投资盈利 手头有些钱 除了存银行 他也不敢尝试其他的理财方式 因为他一直谨记老爸的话 千万不要投资股市和基金 会让你血本无归啊 小满也发现 前存银行根本跑不赢通货膨胀率 2018年全国CPR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2.1% 同年农业银行1万元以下的一年 定期存款利率是1.75% 于是小满开始研究各种理财产品 后来接触到巴菲特的定投观点 巴菲特在1993年写给伯克希尔 哈萨维股东的信中说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 通过分期购买一支指数基金 能够战胜职业投资者 小满从2018年开始定投国内的宽级指数基金 一开始是一两百元的投 后来是一两千元低投 可刚投没多久就出现了越买越跌的情况 他心里都快没底了 可想到定投的原则就是越跌越买 最终享受上涨的收益 小满就一直坚持定投 终于在2020年收获了30%以上的收益 他定投基金选择的分红方式 是红利在投资 这就相当余力滚力实现了负利 小满用负利计算器算了一下 以50万元为本金 如果连续5年实现10%的年化收益率 那么5年后 50万元将变成约80.5万元 10年后 50万元将变成约129.7万元 按这样的负利 他觉得自己可以实现慢慢变富 感觉就像找到了财富秘密的钥匙 其实 我们理财最基本的要求是 跑赢通货膨胀率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 杰里米 却以希格尔在股市长线法宝中讲过 如果你把一美元揣在兜里 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 210年 1802至2012年 夏同 后的今天 你实际只剩下0.05美元左右的购买力 我们把数值扩大100倍 即100美元 只剩下5美元左右的购买力 每个国家的货币都会贬值 中国也不例外 10年前的10万元 经过10年的通货膨胀 现在的实际购买力是多少 我们先来看看 中国这1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 2010至2019年 CPI同比增速分别为 3.3% 5.4% 2.6% 2.6% 2.0% 1.4% 2.0% 1.6% 2.1% 2.9% 其中 201年物价上涨最厉害 这和当年投资客推动农产品价格暴涨 有很大关系 总体来看 国内过去10年的 CPI同比增速的平均数为 2.59% 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设定 其为2.6% 由此得出 10年前的10万元 现在的实际购买力 约为7.7万元 蒸发了2.3万元 如果这10年把钱存在银行 一年定期存款 利率为1.75% 每年自动滚存 利息收入约有1.89万元 那么算起来 你还是蒸发了0.41万元 所以 如果不理财 我们的钱就会被通货膨胀吃掉 而且理财的收益率 要高于通货膨胀率才可以 那么 什么样的理财方式比较好呢 希格尔在书中说道 如果用1美元 分别投资于债券 短期国债和黄金 那么210年后 这1美元会分别变成1778美元 281美元和4.52美元 如果投资于股票 你则会拥有70多万美元 持有股票 真有这要牛吗 远的不说 就说我们的贵州茅台股票 以后付权价格计算 如果你在2003年 以最低价25.88元 买入35万元的贵州茅台股票 到2020年6月的涨幅有多少 股价最高达8380.16元 涨幅超过300倍 你将拥有一亿多元 这17年里 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坚定地持有贵州茅台股票即可 当然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选对股票 若选错股票并继续持有 只会让亏损变得越来越大 比如中国石油股票 2007年上市首日 开盘价位48.6元 到2020年9月中旬 按后付权价格7.07元计算 在13年前 花10万元买入期股票 现在依然亏着8万多元 幸好 资本市场也不止股票一条路 还有不少理财方式 只要学会了正确的理财方法 资产就能稳稳增值 即使只靠一份工资 我们也能实现财务自由 说到慢慢变富 不得不提古神巴菲特 据福布斯 在2020年4月7日的统计 90岁高龄的巴菲特个人财富 约为675亿美元 位列全球亿万富豪榜第四位 而巴菲特的成功 源于时间的富力 做坚定的长期主义者 巴菲特一直坚持价值投资 不仅于赚快钱或进入他看不懂的行业 价值投资的特点就是慢 但胜在稳 巴菲特直到50岁才成为亿万富翁 近96%的财富是他在60岁以后才拥有的 1994年10月10日 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演讲时说 富力有点像从山上往下滚雪球 最开始时雪球很小 但是往下滚的时间足够长 从我买入第一只股票至今 我的山坡有53年这么长 而且雪球沾得适当紧 最后雪球会很大很大 巴菲特坚持了53年才成功 你呢 想好坚持多少年了吗 富力有多神奇 我们来计算一下 富力是相对于单力而言 单力是本金产生的利息 富力是把利息加本金 一期滚到下一期 俗称利滚利 假设你每年存1000元 不算利息 那么十年后你就有一万元 四十年后你就有四万元 如果年化收益率为10% 用单力计算 第一年的利息是100元 第二年的利息是200元 第三年的利息是300元 以此类推 十年和四十年后 本息有1.55万元和12.2万元 如果年化收益率为10% 用富力计算 第一年的利息是100元 第二年的利息是210元 第三年的利息是331元 以此类推 十年和四十年后 本息有约1.75万元和约48.7万元 四十年后 富力本息48.7万元 是本金4万元的12倍多 是单力本息12.2万元的近4倍 这就是富力的魅力 当然 我们也要选对理财方式 只有实现高收益率 富力才会更可观 储蓄观念 要不要存钱 我的闺蜜小韵 是典型的摩羯座 大学毕业后 就全身心投入工作 以至于没时间谈恋爱 也没时间理财 她觉得理财是一件复杂的事 她动过好多次心思想买房 可一直没下定决心 眼睁睁地看着房价 涨到自己买不起 然而让她感到温暖的是 自己能随心所欲的购物 就连点外卖 每个月都能花尽万元 更别说每年给某宝贡献的双位数了 没错 她就是网络上说的精致穷 你去她家里 会感觉犹如环游了一番世界 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宝物 比如从阿根廷逃回来的 19世纪的皮套 比利时的挂坛 英国的威吉伍德茶具 意大利传统的威尼斯面具等 然而 现在30多岁的她 面对一屋子的宝物 却欢喜不起来 她是典型的月光族 还是独生女 如果父母生病了 那么她很可能会不知所措 幸好她醒悟的早 接受了我说的存钱依旧法则 即每个月强迫自己存下收入的10% 剩下的90%可以自由分配 现在 她每天看着存款在增加 心里的安全感也在一天天增强 她不仅学会了存钱 而且学会了预留现金流 她说 这现金流中有一部分是为父母准备的 万一父母生病 她还有积蓄帮助他们 虽然小韵现在还是没有买房子 但她已经不慌了 她慢慢戒掉了金之琼 努力为房子的首付攒钱 你是不是听过你不理财 才不理你 如果本金太少 其实理财的效果并不明显 简单计算一下 假设将一万元 十万元 一百万元和一零零零万元 分别用于理财 同样是每年5%的收益率 那么一年的收益 分别是五百元 五零零零元 五万元和五十万元 拥有一百万元和一零零零万元本金的人 或许不用工作 就能拿到和别人一样的年薪 然而拥有一万元和十万元本金的人 仍然要努力工作 这也是你要不断储蓄的原因 只有不断地提高收入 提升储蓄的金额 你才能过上不动用本金 只用利息过活的生活 真的可以这样吗 在美国 已经有不少人发起了 F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即经济独立 早早退休 运动 借鉴了麻省理工学院 威廉 班根教授的研究 他分析了过去75年的 股市数据及退休案例后 归纳出 只要在退休第一年 从退休金本金中提取的钱 不超过4.2% 之后 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微调 即便到过市 退休金都花不晚 支撑这一研究的基础是 50%股票 50%债券的投资组合 1998年 美国三一大学的三名教授 在班根的研究基础上 做了进一步研究 发现提取率若不超过4% 退休金可以称30年 或更久的成功率是95% 支撑这一研究的投资组合 是75%股票 25%债券 综合以上两个研究 4%属于安全储蓄提取率 这一研究结果 也被总结为4%法则 根据4%法则 推导出25原则 当你的储蓄达到年度花销的25倍时 你就可以光荣退休了 比如 你一年的花销是6万元 假设你拥有无需还贷的房子 且低消费 那么你只需要拥有一百五十万元 左元括号 25乘以6等于150的存款 就可以退休了 以这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本金 每年提取4%的理财收益 就可以覆盖你每年6万元的花销了 实现了退休金到死都花不完 所以如果想提前退休 你可以算算自己的储蓄 是否达到年度花销的25倍 如果还没有 你就赶紧开始储蓄吧 储蓄的比例是多少 一般是按照依旧法则 即收入的10%必须攒起来 若能严格要求自己 可用50分之50原则 即储蓄核债务的比例为 鉴于金额的50%50% 假设你的月薪是8000元 每月剩4000元 那么储蓄核债务金额各2000元 小运的现金流 是从给父母准备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无论是给父母还是给自己 我们都应该有现金流 我们不能在没有收入的时候 才意识到存钱的重要性 我们要在有收入的时候 就为未来可能没有收入的情况存钱 2020年初发生的这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 让众多企业停摆 企业收入锐减 接着是个人被降薪或没有收入 我身边不少90后没了收入时 花贝和信用卡都还不了 他们才意识到 没有收入是多么可怕 陆续复工之后 他们没有报复性消费 反而是报复性存钱 其实 这和企业的现金流有点相似 因为这次疫情 许多餐饮企业 旅行社不能营业 导致不少企业关门 但做好了现金流储备的企业 就没有关门 一位经营酒店的朋友说过 他一般会准备六个月的备用金 这样即使有两三个月没有生意 酒店也能支撑下去 因为他没有辞退任何一名员工 现在疫情得到控制 员工的积极性很高 他们还会主动推销酒店 多拉些生意回来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也很喜欢充沛的现金流 巴菲特把三分之二的钱 用于投资各种项目 其余的三分之一 始终以现金的形式持有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现金 巴菲特不仅安然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还用超低价买入各种低估值股票 实现了高收益 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末 哈萨维公司账上的现金达到了1466亿美元 负债观念 过度负债和适度负债 这是一个发生在90后小芳身上的故事 小芳大学毕业之后就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他们都很喜欢婚情行业 于是开启了夫妻档婚情公司 一个负责婚礼策划 另一个负责客户管理 生意也还行 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所谓来钱快 花钱也快 他们都没有什么攒钱意识 又喜欢追求品质生活 赚的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 没有钱的时候 他们就刷信用卡 每人手上布置一张信用卡 有三四张之多 这张刷完就刷下一张 他们想着做生意总会有收入的 及时行乐没问题 小芳夫妻就这么过了几年潇洒的日子 后来婚情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他们也没有特别的优势 导致收入锐减 就在此时小芳怀孕了 两个人连生孩子都是靠刷信用卡 生了孩子后 家里的开支突然增加了 有段时间 因为小芳的丈夫没收入 信用卡也被刷爆了 他们不得已借了些高利贷 小芳说 现在感觉整个家庭都离不开信用卡 自己每天一醒来 就想着怎么还信用卡 她很痛苦 小芳丈夫早就把婚情公司关了 现在上班 收入也不是很高 她准备等孩子满两个月就去上班 帮父一下家里 小芳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每月按着信用卡的账单还钱 她很想摆脱这种靠信用卡过活的日子 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负债管理 当收入增长抵不上支出的时候 家庭就会陷入负债循环 小芳的家庭就属于过度负债 这也和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过负债管理的教育有关 我们小时候只会问父母要钱 却从来不问钱是怎么来的 而他们也很少和孩子讨论 如果你以后没有收入了 该怎么办 尤其是许多90后 似乎不太担心收入问题 毕竟对大多数独生子女来说 还有父母这个靠山 在这种状态下 类似于小芳的情况就会出现 喜欢提前消费 可他们没想到 当自己有了孩子 当父母开始变老 容易生病的时候 家庭的压力是这么大 其实 只要稍稍计算一下负债的成本 小芳大概就会克制住 提前消费的欲望 先来说说信用卡 信用卡是有免息期的 只要按时还款 就不会产生利息 但若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就要支付利息 一 若想分期还款 就要支付分期手续费 二 若过了免息期还款 及余期还款 会产生余期利息 三 若只还最低还款额 也要从消费日开始计算利息 四 若提现 从提现那天开始计算利息 在第一种情况下 各银行按不同标准计算 分期手续费率 比如 有些银行十二期的分期手续费率 为8.64% 转化为年利率 约为15.95% 计算公式是 年利率等于24乘F除以N加1 F为期数对应的费率 N为期数 即24乘以8.64% 除以13约等于15.95% 在第二 第三和第四种情况下 银行一般按0.05%的日利率来计算 年利率为18% 银行通常以一年 使360天为基数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是 年利率等于日利率乘12 等于周利率乘52 等于日利率乘360 即0.05%乘360 等于18% 花呗 京东白条与信用卡类似 只要按时还款 不会产生利息 但若分期还款 逾期或只还最低还款额 那收取的费率和信用卡的差不多 而纯粹的借贷平台 如借贝 威力贷 京东金条等 他们的利率一般会更高 年利率超20%的也有 我统计了一下各平台的借贷利率 截至2020年8月 借贝日利率为0.015%至0.065% 年利率为5.4%至23.4% 威力贷日利率为0.045%至0.05% 年利率为16.2%至18% 京东金条日利率最低为0.025% 集年利率预为9% 年利率最高不超过36% 一般来说 借贝和京东金条的最低年利率 要优质客户才能享有 其他的客户一般是16%至20% 年利率非常高 以前 民间借贷的年利率红线 是24%至36% 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8月20日的新规 民间借贷的年利率上限 设定为最新一年期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按2020年8月20日公布的最新一年期 LPR为3.85% 计算 借贷的年利率上限为15.4% LPR每月20日变化一次 如果持续下跌 受司法保护的年利率上限 也会持续下跌 反之就会持续上涨 不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 下文简称批复 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 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司 区域性股权市场 典档行 融资租赁公司 商业保理公司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这七类地方金融组织 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 其应从事相关金融业务 引发的纠纷 不是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此批复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如此看来 批复对信用卡 借贝 威力贷等的影响 估计不大 但若不属于这七类 地方金融组织的品牌 仍然会受到 民间借贷新规的约束 其实 无论贷款年利率 是24%还是15% 对个人来讲 都是不低的 你想想 累计滚动多个年利率 为15%的贷款 压力的多大 总之 利滚利的贷款 还是不介为妙 举个例子 我们就会更明白了 如果你借10万元 按15%的借贷年利率计算 一年要还1.5万元的利息 但你一年能通过这10万元赚到1.5万元吗 存银行 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一般是1.75% 买国债 2020年储蓄国债五年期的利率是3.97% 买银行理财产品 风险比较低的产品利率是3%左右 买股票 买基金 这些都是中高风险投资 难保一年的收益率肯定有15% 这样你就明白了 千万不要听信某些借贷平台 说借1万元 每日只需还4.5元 就以为利息很少 实际计算一下 你就知道年利率有多高了 不然 你辛辛苦苦赚的钱 都用来帮某些借贷平台打工了 有个小提醒 现在花贝 京东白条 借贝 威力贷 京东金条等平台的借害记录 都会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报告中体现 他们会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呈现 也许会在你的征信报告中留下小额贷款记录 想知道自己的征信情况 有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进入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查询 而是通过各大银行的手机客户端 进入征信查询 个人征信报告 建议不要自查太多次 一年查一至二次就好 那么 我们就不能借钱提前消费了吗 不是的 适度借钱是可以的 我们可用三十六分之二十八经验法则 来判断负债是不是适度 各银行也在提倡这个概念 三十六分之二十八经验法则 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房产相关支出 包括房贷还款 物业管理费 房地产税 房屋保险等 不超过同期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 个人或家庭的总负债 房产相关支出 加车贷加信用卡负债 加网络小额贷款 加其他负债 不超过同期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 举个例子 李先生的税后年 收入是二十万元 按照三十六分之二十八经验法则 他每年的房产相关支出 不超过五点六万元 或每月不超过四六百六十七元 其他个人负债 每年不超过一点六万元 或每月不超过一三百三十三元 如果李先生能够获得三十年期 每年固定利率为百分之五点五的贷款条件 那么李先生的合议贷款 在八十二万元左右 如果发现每年的贷款支出 包括因贷款而产生的各项费用 超过当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 你就要适当进行收缩调整 避免过度负债 德国作家博多 社分写的理财入门书 小狗钱钱 提到了过度负债的情况 书中主角十二岁女孩吉亚的父母 认为负债不好 希望尽量多地还房贷 导致他们家每个月还房贷的钱 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家里根本一分钱也存不下来 吉亚的理财导师小狗钱钱说 她的父母应该支付许可范围内 最小的分期付款数目 后来在小狗钱钱的主人金先生的引导下 吉亚父母把房贷占收入的比例 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二 这样 他们每个月手头都会有现金 其中一半钱存起来应急 另一半钱用来理财 原来的过度负债 导致吉亚父母为生活所累 现在的适度负债 不仅让整个家庭的每月负担减轻了 还能攒下钱 全家都非常开心 婚姻经济学 好好理财 比嫁个好丈夫更重要 三十岁之前 很多女性最大的困扰是如何嫁出去 你有没有同感 在我二十六岁的时候 老爸 老妈 以及身边的各种亲戚 就开始催婚了 还没找到男朋友 赶紧找一个人来结婚 生孩子啊 关键是 我身边的同学 年龄相仿的同事 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结婚 我每次收到喜帖 就像收到红色炸弹一样 提醒自己 咋还不嫁呢 那时候的压力大到自己 恨不得随便找一个差不多的人嫁了 我的闺蜜小文 就是在这种压力下 匆匆和一位对自己很好的男生结婚了 那个男生对小文好到 只要他一举手想喝水 水杯就递到他面前的程度 他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男生陪完陪了不在话下 若小文身体不舒服 男生更是照顾得体贴入微 这让还没从上一段失败恋情中 恢复过来的小文 仿佛找到了依靠 就这样 在三十岁之前 他把自己嫁了出去 刚开始的婚姻生活也是甜蜜的 很快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可当生活归于平淡 当丈夫忙着赚钱 当房子从两室变成三室 还雇佣了一个住家阿姨时 小文并不快乐 丈夫忙得连陪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更不用说陪他了 而且两人的夫妻生活特别少 可以按年来计算 一开始 小文还以为丈夫有外遇了 调查一番后 他发现并非如此 但这幸福之事 就是提不上日程 后来小文扪心自问 我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 我想要一个 只管给自己钱的丈夫吗 于是他开始练习瑜伽 发现运动能治愈心灵 后来他成了一名瑜伽教练 这不仅能让他自己快乐 也能让更多人快乐 小文逐渐意识到 他和丈夫之间的不和谐 其实是因为 他摆错了丈夫的位置 丈夫就像他的腹板 他当年因为失恋而找到了他 当他慢慢能依靠自己的时候 却对腹板有了各种要求 可是他没想过 腹板的功能本来就很单一 并不能满足他不同层次的要求 也就是说 小文在错的时间 找了错的人结婚 就这样 在他重获力量的时候 他和丈夫离婚了 他什么财产都不要 只要求孩子归他 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 由丈夫支付到孩子成年 小文的公婆都感到很疑惑 这个家庭没有第三者 为何他们非要离婚 小文心里却非常明白 自己之前陷入的是30岁的魔咒 现在他要过自己的生活 小文后来开了一家瑜伽馆 生意不错 正在做加盟店 我也是过来人 大多数女性很难逃过30岁的魔咒 匆匆结婚的大有人在 但关键是结婚生子后 你该如何面对婚姻 婚姻不是你的唯一 自己的生活才是你的唯一 你想过成什么样子 只有靠自己努力争取 前提是你有经济基础 就像小文 他是从瑜伽教练开始做起的 倒开一家小店 再到做加盟店 我见过太多女性说 丈夫不好 却没有对自己进行任何改造 经济上依然依附于丈夫 最后也只能长期忍受着 婚姻的不和谐 简而言之 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好理财 或者好好找一份 自己想做的工作 比嫁一个好丈夫更重要 你嫁了人 但婚姻不幸福 而你又不做出任何改变的话 其实你正在被沉默成本吞噬 沉默成本是经济学概念 即已经付出 且不可收回的成本 比如一个项目 明明已经亏钱了 投资者却想着之前的大额投入 始终不愿意放弃 比如赌客去赌场下注 虽然输的金额 已经超过自己的底线 但想着时来运转 自己还会赢回来的 又继续赌下去 结果越输越多 比如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也一直没得到升迁 但你觉得被工作付出了很多 又不想跳槽 于是就把自己的青春耗在那里了 这些都是沉默成本 运用到生活中的例子 在股市上也是一样的 你买入一只股票 刚买的时候赚钱了 股票没过几天开始下跌 而且越跌越多 你不舍得卖掉就放在那 过了几年 你发现股票并没有什么起色 你就更不想卖掉了 想着反正都放了这么久 金融大鳄索罗斯 接受福布斯采访时 分享过对沉默成本的看法 我不认为这种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避免这种陷阱的最好方法是自问 如果手中没有这只股票 或者另外给你一笔钱 你会做出同样的投资决策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最好卖了它 不能仅仅因为被套住了 为了心理上所谓的贪低成本 进而做出一个错上加错的决定 也就是说 当你发现这只股票 已没有投资价值 这份工作不值得你为它拼命时 你就应该立即止损离场 这也是聪明的投资者的做法 当即立断 及时止损 不会因为自己之前投入的时间 精力与资金 而迟迟不愿意放手 就像小文 在婚姻中待得越久 她的沉默成本就越高 幸好她清醒得比较早 离婚让她摆脱了沉默成本 插一句话 中国的很多夫妻不愿意离婚 是因为不想影响孩子的成长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每天的冷眼相对 或恶言恶语 更会让孩子陷入不安状态 并对婚姻产生心理阴影 对孩子来说 真正的幸福不是勉强维持的家 而是父母及时分开 依然很爱孩子的完整的爱 小文当时选择结婚 其实也是机会成本使然 机会成本 泛指在做出一切选择后 其中最大的损失 比如当时选择30岁前结婚 小文就错失了 可能遇到的更合拍的人 同理 她选择两年后生孩子 就错失了工作上的升迁机会 她选择离婚 也错失了原本 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的主妇生活 机会成本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最明显的是各种免费活动 如免费午餐 注册送礼包等 这些看上去是免费的 但实际上你付出的时间或者个人信息 这些都是机会成本 生意上的合作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时候 我们因为贪便宜 找了一位合作方 结果对方特别不靠谱 最后 我们不仅浪费了时间 也错失了发展项目的最好时机 投资大师查理 芒格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 提到了一个关于机会成本的故事 几十年前 有人向我推荐300股 贝尔里奇石油公司的股票 每股只要115美元 我了解了这家公司之后 觉得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 我买了这些股票 因为我手头有钱 过了一天 对方又向我推荐说 还有1500股可以买 以同样的价格 然而 这时我没有现金了 需要卖一些其他股票 我是可以做到的 但我感觉比较麻烦 就没有买 现在回过头来才发现 没买那1500股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股价后来涨了很多 这个错误加上机会成本 大概让我损失了50亿美元 不然我现在就会增加50亿美元的财富 简而言之 你选择了这只股票 基金 可能就会错失另一只股票 基金 所以 我们在投资前要了解好这只股票 基金 并问清楚自己 我们买的理由是什么 愿意继续购买吗 若下跌 还会继续坚定持有吗 只有这样 你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很多时候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30岁 收获你的第一个100万 第一章 建立正确的理财官 完 请到影片下方 继续观看其他章节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按赞 以及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